今年以来台湾观光业者不断抱怨 中国游客不来快要无法生存 但是拼观光难道只有一种方法吗 今天民事一言堂就要带您前往台湾在加勒比海的邦交国 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 这个国家总面积只有大约台北市的大小 总人口也只有5万人 是全世界排名第8迷你的国家 但是他们每年却能够吸引超过100万人次的欧美观光客 这国家有什么样特殊的魅力吗 事实上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在1983年才脱离英国独立 虽然之前有长达两三百年被殖民和奴隶的历史 但是他们却没有沉浸在运队悲伤当中 反而将这段历史结合了当地的阳光沙滩和雨林等等天然美景 转化成为吸引游客的利器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民事严堂记者刘燕美 曾奕祥带您实际走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夹大的人潮中 军乐队打先锋开始国庆的游行 9月19日是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的独立纪念日 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简称克国 在他一年一度的国家庆典中 各式各样的国旗装纷纷出拢 而他们的建国背景也都在正面国旗中 一语道尽 青色是为了国家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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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个星星 一是自由和一是希望 希望是永远的 西京底下的黑色是指他们的非洲渊源 特国位在中美洲旁加勒布海东部 人口五万两千人 超过九成是非洲裔 国家面积只有269公里 大约台北市的大小 形状看起来像个惊叹号 长条形是圣克里斯多福岛 或成圣喜斯岛 原点则是努威斯 两兵共组美邦政府 是全世界第八小的国家 在北市的大小的国家 然后她继续地与他们的 同学家庆典的同学家庆典 所以我请你参加一对与我 和女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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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加勒比海岛国国庆 和远在天边的英国女皇 有什么关系呢 加勒比海这些岛屿 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 是英国法国这两国家 来争夺海外殖民地的 主要的争夺地点之一 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 在十六世纪末叶 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然后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中叶才正式独立 即使1983年宣布独立之后 克国仍为大英国协的一员 封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 毕竟三百多年的殖民根基 早已深化在他们生活 也留下了丰富资产 走进地牢内还有个更黑更暗的禁闭室 也因为潮湿黑暗吸引蝙蝠居住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排泄物的味道 这地牢所在是不离十多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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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员海景其实在这碉堡的任何一处都能感受到 这是客国得天独厚的景致 回到首都巴斯底市区 1883年建立的巴克里中塔 下方水龙头仍可以使用 这位在市中心的圆环纪念碑也是殖民时代的产物 这一员海景是裕本人的一员海». 这几百年人来到了平 coreıı 而且开来早年来越前 round 他們只能找到這個運 beş二十多年 英法相互爭奪了一百多年後 183年英國人終於全面掌控了聖起司 對於長期落入法國人手中的首都 法市底層進行了一場徹底改造 當美國會移ала牌人 就會來到速制 叫做他們撤掃這個區域 但他們在英國都改變了 所有的建物在英國的建築 如今防射一樓的石頭建物 與外面的鋪施人行道 都與殖民母國如出一徹 殖民一封留下了 有形無形的印記 而另一項鮮明的遺跡 還有這隨促可見高聳入天的岩蔥 正當我們拍攝著廢棄堂場時 住在附近的Jawa先生突然出現 熱心地告訴我們早期如何用熱氣 將甘蔗汁熬煮成糖 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地方 然後它會開到廁所 他急著展示這條日期通道依然可行 用打火機生活兩次失敗後 湯老熊居然拿了汽油回來 果然幾分鐘後 200多歲的老煙蔥 在藍天下飄起了陣陣白煙 在一些小孩的歷史 我們是第一次稱為 西洋人的母親殿 我們有很多古老的土地 在展示我們的歷史 加勒比海糖葉可以追溯到17世紀 因為四季如下氣候適宜 歐洲人在此便大量種植高價經濟作物 甘蔗 它既可製糖又可提煉萊蒙酒 當時的糖糖主人富甲一方 也讓小島的美名享於歐洲 在一段時間 所以這裡的生物 有機會獲得全能 在這段時間 在1600年 早上1700年 尼迴斯是海洋人的首席 最豐富的島 隨著英國奪下盛起四島 它肥沃的火山土質更勝尼迴斯島 這也讓甘蔗產業 在此更加的欣欣向榮 成為200多年來支持這裡的經濟主幹 空羽人的舊糖廠 在歷史的長河中 依然屹立於藍田之下 如是般的風景 很難想像這裡糖葉的繁榮興盛 竟是建構在奴役黑人之上 從此的狀況 由於這個狀況 一個工廠的主人 或擁護師 會建造他的家 在最上的座 所以在任何時 他可以到他的屋簾 坐著 喝個優惠 我们的导游先生 示范白人庄主如何惬意地享受生活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资产 当时为了补足美洲殖民地开发的人力短缺问题 欧洲列强眼光纷纷转向非洲 而来自非洲各地的黑奴 便以加勒比海为转运站送往各地 有些则留在当地糖厂为白人主人工作 一个糖厂农庄所续养的奴隶 从数百人到上千人都有 走进阴暗的豪宅地下室 这里就曾经是黑奴其身之地 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同住在这个空间 但确定的是 他们被视为如同牛羊等牲畜一般 不过奴隶时代所经历的艰难苦楚 现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出口 草全屋女郎 与巨人浩克和天使 各种装扮相互较劲 街头成了最佳的摇摇舞台 在整天音乐下 她每个人都忍不住动了起来 在脱下西装跟鼠女塞身鼓之后 这些坑坑的人兵 他们还只有他们飞桌主线热情奔发的鞋头 不过再仔细一看 这些舞蹈越来越性感 越来越火辣 令人脸红心跳 原来这是客国传统的生殖舞 如果你是外国人 你会看到它第一次 你可能会觉得它太性质 或甚至极致 或是破旧的生殖舞台 在那时的生殖舞台 当时的生殖舞台 是那你必须得摇打造成 所以那些穿性与似的舞台 那是要很重要的 在检林下 因为很多的阿赫的生殖 死亡因此的状态 和困难 就是为了生殖舞台 而是要摇打造成 经常的生殖舞台 所以得很与似的 在奴隶被视为牲畜的时代 多产的动物才有价值 生存机会也大 因此奴隶们衍生出 鼓励生殖荣耀性爱的文化 这种鼓声在加勒比海大声援放着 这些人的祖先被迫得向背景 跨过大西洋 在挣扎了几个世纪后 终于摆脱黑龙与殖民地身份 让象征自由与希望的两颗星星 在加勒比海闪耀着